船只是目前人类使用最为常见的工具之一 无论是民用 商用 军用 哪个方面都离不开这个水上工具 而对于大型船制来说 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停船工具 那就是船锚 其实对于人们更加常见的汽车来说 或许和手刹有着类似的共同之处 汽车停车之后如果没有手刹的话 在大坡或者人为推动下就可以让汽车移动 而手刹就是通过制动提片和制动轮毂 或摩擦片与制动盘之间的摩擦 夹紧来实现驻车 那么对于大型船制来说 想要停靠在港口纹丝不动 显然绳子是拽不住的 所以必须用上船锚 将船锚抛入海中 锚头便会下沉至海底 牢牢抓住海底的泥伤或者岩石 以此达到不让船移动的效果 那么也有一些朋友要问了 同样都是借助外力来实现驻停的效果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将船锚直接抛入水中 能够实现紧急停船的效果吗 首先我们要知道船锚的工作原理 一般船锚的锚头都是由 锚臂 锚爪和锚杆组成 将锚头抛入海中之后 锚头会通过自身的重量自然下沉 最后达到海底 而到达海底之后 整个锚头将会平躺在海底 当受到横向拉动的作用力时 锚杆就会牵动着锚臂移动 由于其他的阻挡物的反作用力 所以锚爪将会自然而然的插入泥土当中 最终形成一个稳定的锚固点 船锚驻船的整个过程更加突出 横向运动这个词语 如果在船堤运动的过程中 将船锚抛入水中 锚链基本河水是呈90度的 所以当船锚垂直触碰海底时 并不会出现任何的阻力 也就无法实现紧急驻船的效果 其实讲到这里 大家自然而然的就理解了 为何船只停靠时使用船锚驻停很费劲 但当要离港时 收回船锚却非常的容易 一般停船时 船身距离船锚基本都有 500到1000米的距离 而当船需要离开时 只要往船锚的方向移动 当锚链完全拉直到90度之时 这种所谓的阻力将会自然而然的消失 船锚也就可以很顺利的收回了